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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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什么也了解不到 你不如进入一个人的世界 一个人的一首诗 一个时代的一个梦想 在这个里面呢 你很可能发现到文学的真谛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先说一下 这个孩子 因为当时孩子的死 大家都很震惊 但是呢 一点也不意外 我差不多是孩子的同龄人 那么在这个 我们一起经历过 我也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 一起经历过那个年代之后呢 就觉得这个 这种行为 这种做法 很容易理解 对于我们来讲 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 就从我个人来讲 我看到我身边的人 为什么 因为当时 我们把全部的梦想 都放在了 道路都放在了诗歌当中 八十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 就是大家知道六七十年代 就是新中国 这个成立以来 一直到六七十年代 中国一直没有开放 一直是一个封闭的 一直到七九年以前 都是一个封闭锁国的 在文化上 我们接触不到外国的文化 到八十年代 国门一打开 有人出国 有人回来 我们看见了外国电影 看见了外国的 现代派的文学 看见了走向未来的 重生 突然一下 从这个 整个的 共产主义的理想当中 从这个 旧中国的 或者说是 社会主义中国的 一个梦想当中 惊醒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像那个法国 这个上个世纪末的 象征主义时期 这些青年人怎么样呢 他们觉得自己 既是新时代的 组成部分 又是旧时代的囚徒 自己被新旧两个时代 撕裂了 跨度太大了 就好像五年 经历了五百年一样 突然一下受不了 自己一方面 家庭啊 从小受的教育啊 内心的思想 还沉浸在一个旧中国 就是一种 传统的迷梦当中 或者红色的梦想当中 崔剑不是唱的一首歌吗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了我的双眼 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就是一块红布 蒙住了眼睛嘛 崔剑的歌嘛 所以当时就有这种情怀 可是呢 这条路到后来 走不下去了 为什么走不下去了 因为一方面 我们的精神世界 越来越纯粹 诗歌要把我们引向 纯粹的梦想 纯粹的文字 纯粹的精神世界当中 而现实世界呢 却是越来越现实 商品 经济 金钱 人都要 衣食住行 就是这个崔剑唱的歌嘛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了我的眼睛 最后怎么样呢 让我忘记了 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 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他没地方住 因为被红布蒙住了眼睛 一打开 所以就是一无所有啊 那个年代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告诉我 一无所有啊 整个那个时代 一方面觉得自己 梦想特别辉煌 现实当中呢 又是一无所有 这个孩子啊 也是这样 怎么讲 就是说用一个 我们今天站在 我们一个普通人的来讲 就是太不切实际了 一个人不切实际 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 以梦为马 孩子的名言 以梦为马 你想想看 他会走到什么地方去 就是盲目的 最后有一种极端的审美 大家想想 一个诗人 在一个绝望的夜晚 卧鬼 自尽 这是多么悲壮的一件事情 多么美的一件事 有点像那个鸡康 被弹了广陵伞 被砍了头 这个时代啊 就是人们把自己的命啊 献出去了 献给诗歌 当时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听到孩子 卧鬼的消息 听到故城的消息 我都觉得 我们比他们还要不容易 为什么呢 死是容易的 活下来不容易 活下来不容易 我们当时就是 都沉浸在这样一个梦想当中 就是被 当时这个青年人 不像你们现在 有很多种选择 是吧 可以出国啊 可以经商啊 可以当公务员啊 可以 反正就是很多种选择 家里面也有一些经济条件 好的家庭 也可以给你们一条出路 在八十年代 大家从一个极端的物质上 极端的贫困 一夜之间来到了一个精神上的 极端的渴望 而且极端的辉煌的 一个虚无的辉煌的一个年代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诗人 因为现实当中 谁都一无所有 所以很多人都在写诗 很多人都在做梦 很多人就崩溃了 有的崩溃了 卧轨了 有的崩溃了 就是改行了 有的做生意啊 精神上就消沉了 我今天上课以前 半个小时 我给从前的一个朋友 打一个电话 就是孩子 在孩子 自尽十二周年的忌日的时候 我写过一个剧本 叫春暖花开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 写了一个春暖花开 这个剧本 就纪念孩子 去世十二周年 一转眼他都二十一周年了 那个时候 有一个中文系 文学院的学生 现在在学生工作处 在当教师了 在学生处当一个老师 我跟他打个电话 我说怎么样啊 过得好吗 有什么感受啊 什么什么的 他说 王老师你有什么事吗 我说我没什么事 我说 这两天是孩子的忌日 我一会儿就要去课堂上讲孩子 我想听一听从前的 这个剧目当中的人物 这个同学原来在 孩子的剧目当中 演那个孩子的弟弟 演孩子的弟弟 叫春生 我设计了一个角色 他就 我就听听他的声音 他说 他突然就激动起来了 他还在学生处做着工作 他说王老师啊 我跟你说心里话 他说 这么多年来啊 这个 我回想自己大学的四年 这么多年 我大学做了这么多事情啊 取得了学习成 优秀的成绩啊 考研啊 什么什么 我都淡忘了 在我来讲 我最自豪的一件事 最有意义的 最难忘的一件事 就是演了春暖花开这个角色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他说这个诗 这个剧 就像种子一样 埋在我心里面 跟我们上课说的词一样 他说像种子一样 埋在我心里面 埋在最深的地方 说是我总是在自己 这个最虚弱的时候 觉得需要心灵力量的时候 从电脑的 最收藏夹的最底层 把这个剧本打开 看一下 就觉得很有力量 觉得自己曾经有过那样的年代 所以这个八十年代 我们不讲抽象的理论 我讲故事给大家听 讲故事 我从前认识一个好朋友 我在国际关于学院法语系 我们一起写诗 一个朋友 写着写着 精神上就很痛苦 剃了光头 坐在一个帐子里面打坐 他打坐安静到什么程度 这个人叫西蒙 他翻译过一些诗歌 当时写的玻璃花园 也在北京小有名气的 剃了光头在帐子里面打坐 他心进到什么程度呢 整个一个学生宿舍 南深楼 六号楼 搬家 全都搬空了 所有的人都走光了 他不知道 他一出楼 这个楼怎么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以为奇迹发生了 以为这是司打接空了 其实是搬家了 他就到这种程度 就在那坐 打坐 然后我去找他 哎呀 我一看 他脸色苍白的 坐在那看那个 我从敦煌 给他拿来的明信片 我去过敦煌 明信片就是石佛 他大概写了一首诗叫 他写了一首诗叫佛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你漫不经心地走来 一坐就是千年 行人 经过的香客 行人 无意丢下的果核 长成了林子 围住你 你不过是相信了自己 相信死亡 不过是身的面具 于是世界便相信了你 黑夜缓缓开放 像一朵黑色的郁金香 直到有一天 当你想重新走进人群 才发现自己 已成为一尊佛像 当时他在帐子里面写的诗 所以在那个年代 大家每个人 都是写出来梦一样的语言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空气当中 都染着梦的色彩 这个 从明天起 为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马匹才 关心粮食和蔬菜 而我只愿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这是每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心声 孩子不能说 孩子要不说我也会说 我的一些诗歌 跟这个就很像 不是说商量过 而是大家心里面都这个声音 但是到后来 过了十几年 过了二十年 我怎么来 认识这个孩子 就怎么来反省这件事情 我就 就还是回到我们上上课和这个学期这几次课以来的主题上 当我们回到一个人的 普通人的立场 回归到一个普通人的立场来看 回归到家的立场 就是这个家园啊 就有一些根本的 根基的这些词和这些感受来看的时候 我发现孩子的问题在哪里 也发现我们自身的问题在哪里 孩子就好像我们八十年代 每一个热爱诗歌 并且尽心投入创作的人的一个缩影 一段生活一样 他死了 好像我们的一部分也对他带去了一样 所以我们一直想念他 就希望他能够复活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剧叫春暖花开 简而言之就写孩子回来了 戏剧 我们上次问 戏剧 其实 这个牡丹亭不是吗 就是死者是可以附身的呀 在戏里面 我认为我们现在受到了很多 现实主义的这个条条框框的拘束 老舍的戏剧很好 但是不能什么人都来模仿老舍 写的都是这种现实主义 什么还有模仿这个曹宇啊 日出啊 老舍的茶馆啊 仁义演了多少年 其实还有很多中国古代 和我们今天都有很多新的 可以有更好的戏 就是说 靠着想象力来创造的一些戏剧 不需要纯粹的现实主义的东西 那我就想 孩子回来了怎么样 会发生什么 假设孩子回来了 那我写了一个戏 结果那是中文戏 那每年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五四那个戏剧大赛 现在还有吗 五四戏剧节 没有了 以前年年有就比赛 然后有一次 我那时候还不叫文学院 叫中文系 有一次中文系的同学说 我们中文系 这个从来就没得过奖 就没 我们 这个不应该 这是我们的本行 我们戏剧老是不得奖 结果 他们就叫我写一个 当时我真好在 心里面在想着孩子 我一点都不夸张 我三个小时 我从落笔到写完 三个小时 写这个春暖花开 我笔都没有停 因为自己的感受啊 酝酿了很久 酝酿了很久 那我就写孩子 后来我们这个戏获奖了 而且特别奇怪的是 那一次啊 那一个晚上啊 出现了 起码有五个特别棒的戏 后来被一个制作人看上了 就马上说 请你们去仁义小剧场 演了一个月 那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学生都很高兴 就到仁义小剧场啊 去演了一个月 这个 就把这个春暖花开 班上 还隔了几年 我看网上有人 又把春暖花开 是别的学校的人 又把春暖花开 翻演了 就再演了一遍 是哪一年的 我不记得了 还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没有问题 你们拿去演 你们这样是 正是我希望的 然后呢 我就是作为一个人 来反省孩子 我就发现问题了 我把这个孩子 这个开篇的这个话呢 给大家念了呢 可能你们就理解了 我说作为人的思考 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前面我刚才 这个我念的 这个孩子的春暖花开 是我这个春暖花开的序幕 然后括号 海潮深中 列车隆隆而过 车轮重重地碰撞着铁轨 这就是序幕 就是一个旁白 孩子念自己的春暖花开 然后就是 在安徽的淮宁县 高河茶湾 孩子的家 它是在安徽的一个 叫淮宁县 我就设计了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孩子的女朋友 叫禅娟 穿着白衣服 她就上来了 这是开篇 禅娟一上来的念白 就是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 匹柴 周游世界 可是明天已经来临 你又在哪里呢 孩子 今天是你的忌日 十二年前的今天 我正好收到你的信 你给我寄来了这首诗 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这样阳光灿烂的诗句 怎么会把你引向死亡呢 我不知道你走以后 在天国里 看见了怎样的情景 可是我想告诉你 你不该走 你可知道你走后 母亲一病不起 弟弟辍学回家 家里田园荒芜 而我又能为你做什么呢 但无论如何 我珍藏着你 以前寄给我的每一个字 我知道 那是你用滴滴心血坠沉的 无论如何 你点亮了我的内心 是我开始相信灵魂 相信汉语和灵魂一样不朽 以梦为马 可以周游世界 可是孩子 今天是你的忌日 我从心底祈祷 愿你的灵魂 轮回来看看 回来看看 你的母亲 和她的悲哀相比 你的诗再美 也显得苍白无力 和她的病痛相比 你的痛真的更深重吗 我不相信 孩子 你那么热情 要给每一条河流 每一座山 起一个温暖的名字 要为陌生人祝福 可是面对家乡 面对母亲和父老乡亲 你却如此冷酷 一心只想着文字 和心灵的奇妙梦游 可是 可从没有想过 你这一走 妈妈怎么活 还有那些真心爱你的人 你可以忽视一切 金钱 名誉 尘世间的短暂幸福 可是你不能忽视你的家 你的家也是我的家 我心里的家 我这就去看望妈妈 这个是我的开篇 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那么我就写到 大家看到了这一段话 就是说一个人 他不跟你讲深刻的道理 回归到一个普通人 他就会问 你可以蔑视城市间的幸福 蔑视你的生命 金钱荣誉 可是 你不能丢下雇园荒凉的土地 丢下白发苍苍的母亲 不管 我当时就这一点想不通 我们不要作为一个诗人来想 把这个诗去掉 作为一个人来想 妈妈培养一个孩子 在中国的今天 多么不容易 孩子十五岁就上了北大了 他是一个天才少年 一个为儿子付出了 这么多的辛苦的一个农妇 是吧 孩子的母亲 那么他曾经为孩子这么自豪 他付出的心血 辛苦 他的爱 谁来承担 当时我就在反省这个问题 我就写了这个剧本 就是引起了共鸣 以后我就去旅行 真正的就是 把这个以梦为马的梦 继续做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